每一位孩子都是地球的星星 每一位父母都是星星的守护者 可有时候守护者却不懂得 如何帮助星星发光闪耀 天才和排斥的区别 无非就是努力与不努力 另外还需要一位博乐的出现 八岁的龙太就是一位有个性的孩子 他不喜欢上课 所以成绩非常的糟糕 可是在这位老师连历 宛如白痴的学生 脑海中却有铁马行空的想象力 他对世界的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 他整个人也是活泼快乐的代言人 有一天龙太正在一颗树下斗狗 一颗球从他身边飞过 在龙太好心地替对方捡球时 一不小心将用力过猛能出了围墙 因此球的主人就跟龙太扭打在一起 委屈 无助 意见不甘 斜板了在龙太的脸上 但这件事很快就被龙太捡到一个断线风筝 而跑在脑后 可是回到家的龙太 还是被父亲删了一耳光 因为离之家的父母已经过来告状了 龙太父亲的教育理念觉得犯错就要挨打 可哪怕如此 龙太依然还是上课走神 导致被老师给赶出教室 下高后的学生都在不断地吵架他 可尽管如此 这个世界的诸多事物 还是让龙太感觉充满了快乐 可因为被教书教师罚站 阻止龙太逃课的事 还是被父亲给得知了 这一次父亲又一次动手 甚至学校的校长告诉父亲 龙太并不是调皮 也许是因为质体的问题 这句话让身为父母的养人感到不可思议 自己的孩子竟然是智障 虽然父母并没有将龙太送到特殊学校 可也还是将他送到一所极其严格的技术学校 分别的时候 龙太哭了 小小联机的他 仿佛认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抛弃了自己 曾经快乐无比的龙太 自从来到这个学校后 就开始变得郁郁寡欢 这里的一切都是龙太讨厌的 他的委屈 他的无助 只能在夜里一人默默地哭泣 无人倾诉 自己的不甘 龙太已经彻底地崩溃了 哪怕父母来看望他时 龙太也一点都不开心 哥哥送的画笔他不要 母亲的陪睡他会做噩梦 而父母此时却还不太了解龙太的变化 他们还以为这所学校 已经将龙太的顽劣调教成功 之后的龙太一路既往的丧 直到一位叫妮可的美术老师出现后 龙太才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他的教育理念不是枯燥死犯 而是愿意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可即使妮可这样有趣的教育 让孩子们开心无比 但龙太也闷闷不乐 而他也成功引起了妮可的注意 为什么一位八岁的孩子会如此的沧桑 哪怕被学校体罚 罚贵也一点怨言都没有 妮可决定开始了解一下龙太 他开始不断地从身边的人那边打听消息 以及自己对龙太的生活观察 他发现龙太也许患有严重的读写障碍 他想来想去 最终决定前往一个地方 他坐了好久好久的车 总算来到龙太的家 用自己组织许久的语言 向龙太父母解释读写障碍 并且妮可在龙太的卧室发现了满墙的绘画 他惊讶了 患有读写障碍的龙太 竟然能绘画出如此棒的画作 这个孩子是有天赋的 只是这个天赋还没有被人发现 他原本打算只是告诉龙太父母 关于读写障碍的事 可现在他必须告诉龙太父母 龙太的路走歪了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星星 妮可的到来 让父母都开始陷入了沉思 母亲更是开始翻开以前的路向 他发现龙太以前是多么的活泼快乐 可现在的他好像有点沉门 自己的孩子好像遭罪了 而回到学校的妮可 已经开始执行拯救龙太的计划 他举例了好多位名人的曾经 那些厉害的人都有不堪回首的过去 虽然这番话没有让龙太发生多大的变化 可还是逐渐的慢慢打开龙太的内心 原来厉害的人 他们的过去也是学习成绩不好吗 只有妮可开始手把手的教龙太画画 玩寂寞 两位大老爷们的相处 只那么的温馨 龙太的脸上终于开始有了笑容 一切都在开始朝着好的方向前进 龙太那严厉的父亲 也终于理解了自己的孩子 他一直以为孩子就是不听话 就是调皮 打一顿骂一顿 那就够了 但后来自己读了很多 关于读写障碍的知识 他深深地明白 自己从未去了解过孩子 他恳求妮可老师 尽力帮龙太走回正路 在离开的时候 父亲看到了龙太 他只是正一字一顿地 读着板抱 这一幕的场景 让父亲哭了 对不起孩子 父亲一直错管了你 接下去的日子 妮可都在帮助龙太 在班级活动上 龙太坐了飞机 还成了全班同学羡慕的作品 龙太开始发生了改变 他将自己那散乱的头发 开始梳成打人的模样 自信已经开始回来了 后来 学校举行了一场 大规模的绘画比赛 这是妮可尽求校长举办的比赛 他也多少有点私心 这是为了龙太而准备了 果不其然 这场比赛龙太也参加了 再找回自信的龙太 他成功地赢得了比赛 他的作品 让妮可老师都为之轻叹 而妮可老师的作品 也让龙太轻压 因为那是一张 自己大笑的有话 孩子就要多笑 孩子就要多笑 当颁奖的时候 全校的人都在替龙太开心 可龙太却哭了 他迅速地跑到了妮可老师身边 然后紧紧地抱住了他 他虽然年纪还小 可他也清楚 只妮可老师拯救了自己 妮可和龙太的话 被看成在学校的杂志上 父母得知这件事后 非常地开心 同样 也非常感谢妮可老师的帮忙 是他帮助自己的孩子 找回了正路 原来 那位成绩糟糕的儿子 竟然也是如此的优秀 可殊不知 这个世界的所有人 他们都是优秀的 他们缺的并不是努力 更多的是因为 能拯救他们的鬼人 片名 地球上的星星 祖国的花朵 就是那群可爱的小孩子们 他们的未来 就是祖国的未来 每一位孩子 都是绝对的优秀 马云曾经说过 我喜欢85分的90分的孩子 因为 你想考85分付出的努力 和想考90分 100分的努力 是不成正比的 但是仅仅只会读书的孩子 他们相反 就会错过很多 例如社交等等 毕竟有得有失 不为读书的孩子 不代表他就是白痴 而读书好的孩子 也不代表他就是天才 或许人家是因为努力 才成为了天才 这世界 本来就没有不劳而获 而最主要的 其实还是孩子的成长道路 能遇到什么样的人 往往有能力的人 觉得 就是一份机遇 一味 薄乐 我是少年 如果很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